有这样一部国产动画,OP抄袭多部日漫 3D建模直接照搬同公司的其他作品,剧情稀烂 除了主角都是坏人,B站评分一度掉到2.5分 成为史上最烂国产动画,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猫妖的诱惑 或许有人会奇怪了,这部动画明明评分7.9分 怎么会是史上最低分的国漫呢? 这其实就是这部动画被我称为史上最骚动画的原因 骚就骚在这神异般的操作 猫妖播出的时候被网友发现OP抄袭春雾语某科学的超电磁炮 在末日来时做些什么,你的名字等多部知名日漫的OP 随后评分开始不断下降 制作方若森动画坐不住了 开始利用大范围删评论的方式来控评 几个声讨的热评都神秘消失 之后若森副总裁杨磊在微博发言 称指责猫妖的诱惑抄袭的人是双标狗,是法盲 还要律师喊警告 网友看到这样的评论自然更加气愤 虽然官方在不断的控评 但还是赶不上网友们差评的速度 最后就成就了这么一部2.5分的史上最低分国曼 迫于压力,猫妖的诱惑在多家视频平台下架 若森副总裁杨磊也在微博上以个人名义道歉并宣布注销微博 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 抄袭事件的热度渐渐下来了 猫妖的诱惑才重新上架 重新上架后的猫妖的诱惑改名猫妖的诱惑正式版 评论区也同时出现大量的高分评价 而原来掉到2.5分的版本却成了先行版 也就是说,若森通过改名的方式洗白了猫妖 这波骚操作秀得我头皮发麻 又过了一段时间 某平台突然出现了大量关于猫妖的诱惑的吐槽视频 内容结构极其相似 大致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猫妖的诱惑被喷倒下架 几个月后痛改前飞,口碑逆袭等等 同一时间区间加同题材加内容相似 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这些视频都是若森官方找来做公关的 可这波洗白视频未免做的也太直白了吧 真当我们的用户是傻子吗 痛改前飞,口碑逆袭 这些up主们真的是凭良心说话的吗 当然,毕竟拿钱吃饭也勉强可以理解 相信看到这里的人一定会有人觉得我在带节奏 官方已经修改了OP 你还跳出来喷这喷那干嘛 其实很简单,我要的只是一个真诚的道歉 猫妖的诱惑制作方若森动画官方 直到现在都没有对此次抄袭事件做出任何道歉 有的只是杨磊对于自己行为的道歉 也就是说若森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不道德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是被键盘侠们带节奏的一方吧 不仅没有道歉 若森官方还企图通过空评,改名,请水君等操作来洗白自己 这样的行为真的让人心寒 虽然不算若森的铁杆粉丝,但我也算长期关注若森动画了 追了包括《不良人》、《领主》、侠岚等多部若森制作的作品 《风雨昼》上映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买票支持的 当年有人喷花江湖借鉴死神分镜 侠岚借鉴火影故事的时候 我也曾试图洗白,认为国曼发展不易 稍许借鉴可以理解 但坚持到现在,若森一而再再而三的骚操作 已经让我成功的粉转黑 我已经找不到借口替若森解释了 可笑的是,这样擅长借鉴的若森 居然被评为2019年度原创动漫公司 原创国曼,您配吗? 最后我想说,国产动画虽然落后 但这并不是我们可以抄袭 以及纵容抄袭者的理由 当年国曼辉煌的时候 靠的是大脑天宫 小蝌蚪找妈妈这样优秀的原创动画 如今国曼渐渐崛起 也是因为百蛇缘起 魔童降世这样的优秀原创动画 国曼是要崛起 但是我们要的是国曼靠自己 靠原创真正的崛起 而不是通过抄袭借鉴 以及拿来主义伪装成的假象 我们国产动画要的是